张仁东创办汉药铁炒 过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到今天为止 形成了两种截然不通的观点 传统说法认为 他是壮工业的开创者 而反对者认为 他不懂得 近代企业的管理理念 白白地浪费了许多影子 名过其实清流本色 表面上来看 反对者主要是因为他的一句话 当年创办汉药铁炒 向英国买设备 英国公司的回应是 需要些化业铁化时 才能决定高楼 而张仁东发电报认为 中国之大什么都有 不用化验 按照英国用的 买一套就行了 这句话好多地方都有用 而且言之早早 说的有谜子有眼 但是维护者认为 张仁东根本就没有说过这句话 这句话是 民国时期的一个人说的 而且还找到了出处 我查了一下 张仁东的电报记录里 确实没有说过这句话 所以人家反驳的观点是正确的 那么事实到底是怎么样 我给大家梳理一下整个过程 是非对错 大家自己去判断 张仁东开矿建厂的理念 蒙发于他在山西当雄斧时 有个传教士叫李提摩泰 给张仁东建议 山西交通闭塞 需要修铁路 修铁路就需要铁轨 而山西刚好煤铁资源丰富 容易开采 到光绪九年 也就是1883年 张佩龙路过山西 顺便考察了一下 给张仁东写下 建议山西设法列铁 而张仁东回复说 我正总被筹划这个事了 所以说 这千元柳也不是都反对洋物 只有像徐同那样的极端 才反对洋物 半铁朝的初衷很简单 修铁路改善交通 发展经济 造福名声 此时张仁东对洋物的理解 非常的浅薄 他还派人到天津 找李鸿章的天津机器具 买设备 李鸿章肯定造不了 没过多久 他就被调到了广东 而广东刚好也产铁 传统就是做铁锅铁炮 到今天 广东的不锈钢制品都非常有名 铁和钢是两个概念 中古古代的钢 是经过反复断打的 产量和质量也不能保障 也无法修铁路 张仁东在山西时 可能都没有这个概念 是到了广东以后 才逐渐对静代化光业有所了解 可以看这份奏者 这份奏者是1885年7月 给朝廷上奏 建议在广东办各种广场 从这份奏者就可以大概 看出张仁东此时的认识水平了 多少有点矛盾 比如他说钢铁商产非常的专业 因为他在里面都说了 马丁炉 马丁炉是什么 就是后来嘲笑他的 他没有买马丁炉 导致裂出来的钢不合适 而且他还说了 中国的铁矿含灵流比较多 这也是后来指责他的 说他不躲不化验 当时有两种裂钢方法 一种是被色麻法 另一种就是马丁法 因为中国的铁矿是含灵比较多 所以最适合的就是采用马丁法 而汉耀铁商后来 偏偏以被色麻法为主 导致裂出来的钢不行 而且他在奏者里还说了 画风 画风就是化验 说得非常清楚 故工程师先找矿 再画验 再买高炉 所以他什么都懂 也就说明 他此时身边的洋务人才 非常的专业 不是庸才 但是后面的东西 就有点提笑皆非了 比如他说 我们中国的煤铁 远比世界多多了 而且中国的铁质 接力而性柔让 造出来的枪炮 比进口的要好 广东汇州和青原等地 产了铁也好 这就有点轻流本色了 没有调查事实 说空话 而且他此时计划把铁厂放在广东 如果真是这样 那就麻烦了 因为他没有调查 没有愣证 就把设备买了 买了以后 他去落实铁矿 发现索托非人 如此一来 骑虎难下 他甚至一度计划 把铁厂放到山西 后来是盛宣怀出面救了他 把早年喀查到的大爷铁矿 告诉了他 经过多方博弈和论证 最后选掉了汉阳 这就是后来的汉阳铁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